當然我不是按照全部,我只有把年 所以我這邊先把這幾個A1到M1橫向選 然後按Ctrl鍵,再去選A40 選完之後再按下插入 數量的話我用紙條圖 取得這一個,你會發現馬上可以把 113年3月的各站進出的人次 馬上畫出一個紙條圖 你就馬上知道了,有沒有 一看就知道到底進出站的人次差多少 有沒有看到,台北141萬 141萬,排第一名 第二名的話在哪裡?應該不一萬,台中 不過台中在中間我覺得理論上應該 因為南來北往 我覺得本來以為應該是 台中應該會排第一名 可是還是中北 北部好像還有人口比較多 然後反而南部最左移應該最後一站 越來越少,所以到南部了 所以你會發現你坐高鐵應該可以感覺到 台中之後真的人就變少了 而且變得很少 如果你從左移上車 反而空空蕩蕩蕩的 到了台中之後馬上就塞滿滿的 大概都是這樣子 然後你到台北全部都下完車了 如果你是到南港就沒有人了 我有一次就到南港 其實怎麼剩我一個人而已 這車這樣之後剩下 大家都下車了,因為大家的目的地就是到台北 所以這個大概可以理解 只是說我們人數最少的 比如說到哪幾站 不過裡面也不意外 不過我本來會以為是苗栗 不過苗栗 它的一個月的進出站大概有十萬 十萬出頭一點點 可是看起來好像還有更少的 還有哪裡?還有彰化 彰化的人數的話就七萬 七萬八耶 七萬八好像就一天沒多少人 如果一除的話 等於一個月你假如要除以三十的話 那等於就是說一天的進出大概就是 多少?兩千多人吧 OK 所以相對的是應該在彰化那邊應該人不太多 反而我比較意外的 好像雲林沒有想像中 不過也是算少的 一個是一百四十幾 這個是一萬多 等於是差了快一百倍 OK 那當然 這個落差就還蠻大的 OK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之前都是強調是折線圖的 未來其實你也可以再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像一個像資料圖 呈現它的數量馬上一目了然 可是如果你不畫圖的話 說真的 你要用講的 說真的 你說請看數字 你們應該看到這個 如果沒有圖 假設這個圖不見 請看數字 然後呢 開始解說 很多人應該要昏倒 這什麼東西啊 這數字密密麻麻的 但是你畫個圖 有沒有 馬上感覺十萬八千零 所以喔 這個的話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著畫一個圖 我剛剛畫這個圖的話 其實就是先選A1到M1 橫向的不是縱向 我們之前剛剛是縱向 然後這邊的話是 再按Ctrl鍵 在A40到M40 然後再插入這個 插入裡面有一個圖表 有沒有 直條圖就有了 然後把它放在下面 那 除了說呢 我想要用數量來呈現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按照它的比例 比例的話 一般用這個 所謂的圓形圖 這個前面我們講過 那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的範圍 可以再試試看 把它改成圓形圖看看 這個 除了上面這個是直條圖 還有下面這個是折線圖之外 這邊有一個圓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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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平面 所以我這邊再插入一個圓形圖 然後你把它移動到下方 把它拉寬一下 OK 那當然最好是兩個圖都可以並列 或者是乾脆這樣 一左一右也可以 一左一右會不會更OK 反正怎麼樣去顯示得越清楚 那當然是最好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Dashboard 現在滿流行的 畫一個圖 然後用圖的方式來顯示資料 那馬上 只是說這樣的呈現方式有一個缺點 就是上面沒有標籤 只有下面有 那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我喜歡按右鍵 插入什麼 按右鍵有個新增圖書文字 然後下面這個東西 這個叫做圖利 你可以點選Untilizer 或者是你直接這邊 你可以把圖利打勾取消 這樣就感覺滿清楚的 那所以呢 如果以進出佔的比例來看的話 哇 台北佔了21% 所以比例 這個是數量 這個是比例 所以其實兩個搭配來看的話 那當然相對的 這個又更清楚的 OK 那今天的話等於 就是再增加一個 我剛剛講的 就是高鐵的這個資料 當然我是希望說 你們不只是 針對我上課講到的 其他的資料呢 你們也可以自己再 利用圖的方式 把它繪製出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邊的話 那我是針對113年 所以選的時候記得 選橫向的 這個選 然後這個選 選到這邊 那另外呢 也試著把那個 剛剛提到的那個折線圖 總共有12個站 或者你可以試試看 把那個12個站的畫畫看 比如說我如果希望 把那個什麼 折線圖畫出來 台北折線圖 那一樣我們可以拿什麼 拿剛剛這個來改 這個 這邊一樣有個叫台北 然後畫一個台北折線圖 如果要套用過來的話 那當然要改的地方 我想應該不難理解吧 我們一樣 因為它的低劣 高度跟其他一樣 所以我們一樣用歐 有沒有 控一個 歐這邊 歐11 所以如果要畫 先南港 所以我先畫一個南港折線圖 南港 那一樣我們拿這個來改 拿這個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南港 然後應該知道改哪裡吧 這邊就是大概幾個地方 把它改成歐 那就不用歐 歐2 因為剛剛為了要避開第一列 所以我把它改成 用那個 2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不用從第二 我從1開始 那這邊都把它改成歐 那 寬度的話我用5 不用太寬 那這邊一樣用歐 歐1 然後 範圍的話 就是A1 到 Ctrl向下 看一下 向A 這個40 所以這邊改一下 又把它改為40 所以這個範圍的部分 就是A1到A40 然後 B1到B40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理論上南港應該就出現了 南港折線圖 看一下 有了 有南港進出的 這個次數 好像波狀還蠻大的 到這邊 那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一樣就是 把那個台北 一直到左營底下 通通都試著完成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練習作業 就是請各位針對那個 高鐵的那個 各站旅客人數 繪製圖 那我這邊的話 總共就是下方 我想下方畫總表 總共畫一個直條圖 跟一個圓形比例圖 OK 然後再來的話 折線圖的部分 各區的 全部折線圖部分 那請各位就是拿 上個禮拜的那個 有感地震次數的 這個模式 自行 匯製 這個應該 上個禮拜是七個 這個應該是十二站 所以應該會有十二個折線圖 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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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